神病到醫院看診領藥是許多慢性病患者的日常 不過未來健保部分負擔費用即將調整 最快4月上路 改革讓民眾的就醫習慣改變 大病往大勤醫院 小病往診所 小小病到社區藥局 其中調整方案包含檢查檢驗費用 如果未經轉診到醫學中心檢驗 最高收400元 加上掛號費恐怕就要破千元 另外如果是輕症到醫學中心掛急診 滿收費從五百五十元漲到八百元 而慢性病患者也要注意 因為慢性處方簽 若到醫學中心第一次看診領藥 一般費用收取上限三百元 第二次以後 每次要收取一百元費用 一般藥品也從現在的一百元以下 免收費改為依照比率 收取百分之二十的藥品費上限三百元 分級醫療 其實是分級國民 也就是說看你口袋深不深 很拮据的時候 可能你就沒有辦法 照你的醫療需求去做 又鼓勵重症的人要往大醫院去 你現在卻在區域醫院以上 高醫學中心的 要加重藥品的部分負擔 這個完全讓人家匪夷所思 健保赤字轉嫁在民眾身上 民團認為調整部分負擔費用 對於健保長期幫助不大 更影響廣大並有的權益 記者余盛行 陳嘉倫 台北採訪不到